大家好,我是小倩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AI小技巧 这节课将带大家一起学习如何使用AI快速制作网点字和文字消散效果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跟着我的步骤一起来操作一下 先来学习网点字的制作 在工具栏选择文字工具 快捷键是T 然后在这里可以输入你想要的文字 文字输入好之后回到选择工具 然后把它放大一些 给这个文字放大 在上面这里的话可以修改字体 也可以直接输入一个 在这里的话我就输入一个四元黑体 选择一个比较粗的字体 好,文字输入好之后 在菜单栏中选择对象 三格化 颜色模式改为RGB 背景白色消除锯齿这里选择优化图稿 好,点击确定 然后现在我们要给这个文字做效果 在菜单栏中找到效果 模糊 选择高丝模糊 半径数值可以稍微调高一些 好,点击确定 然后继继续在效果里面找到像素化 彩色半调 最大半径这里改为15 然后通到1,2,3我们都给它改为90 数值要修改为一样的 好,点击确定 现在效果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放大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样效果是不是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你们看现在有一个白色的背景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白色的背景给它去除掉 选择上面的图像描模 等它运行一下 好,然后再点击扩展 在文字上面鼠标右键取消编组 然后在工具栏找到模棒工具 在白色背景上面点击一下 然后按键盘上的Delete就可以给它删除掉了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文字 还可以给它修改颜色 在上面这里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任意颜色 我可以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文字的颜色也可以进行修改了 好,这样效果就已经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文字消散效果的制作 一样的,我们在工具栏选择文字工具 然后在这里输入你喜欢的文字 文字输入好之后给它拉大一些 看得更清楚 好,然后鼠标右键创建轮廓 也可以按快捷键Shift加Ctrl加O 然后在工具栏选择小白工具 选中最前面的这两个锚点 给它向左边拉长一些 可以按住Shift 然后给它拉长一些 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选择工具 把这个文字整体向后面移动一些 不要挡住了 然后我们再用矩形工具 绘制一个和这个N字母一样大小的矩形 填充改为黑白键变填充 然后给它添加效果 在效果里面找到像素化 然后铜板雕刻 类型这里我们要选择这个力状点 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对象 扩展外观 再点击图像描摩 等它运行 然后再点击扩展 鼠标右键取消编组 然后一样的在工具栏选择模棒工具 在白色背景上面点击一下 然后按Delete给它删除 这样白色的背景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回到选择工具 选中最前面这个文字 我们先给它 鼠标右键取消一下编组 那这个文字取消编组 然后我们单独选择前面这个字母N 然后可以按快捷键 Ctrl 续辅责加中括号 也可以鼠标右键 排列 给它置于顶层 接下来把N字母和效果都框选住 鼠标右键 建立剪切模板 这样文字消散效果就做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